Odia Jungle 我被霸凌欺负 在漆黑的校舍里受辱惨死 再睁眼 我重生回到转学这天 走进教学楼的时候 我突然开始发抖 或许是故地重游刺激了记忆 我看着脚下的走廊 想起在上面被拖拽的感觉 沿途掉落衣服和头发 我又冷又疼 颤抖不止 可是那些粗糙的手抖不掉 粘腻的液体和触感抖不掉 我转动眼珠 还能看见被采烂碾碎的纸张 白色染上污秽 搓磨得不成样子 那是我的准考证 也是我即将走向的未来 可是临门一脚的时候 突然落下锋利的闸刀 狠狠地将我切碎 我死不瞑目 直到光再次照进眼底 一道声音把我拉回现在 穿着灰色毛衫的少年 偏头看向我 神情冷淡 教室在三楼 跟我来 感谢上天 我正正地落下泪来 少年 顾兴舟 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我眨了眨眼 风从窗子缝隙钻进来 扬起我的头发 粘在眼尾 顾兴舟见状 抬起了手 他有强迫症 想给我捋下来 上一世的我不知情 没有躲开 他帮我整理过 并角碎发 还有凌乱的衣领 我还以为 这是友善的信号 于是攒了好几天饭钱 小心打听了他的喜好 送了他一本笔记本 飞夜里 夹杂了我的感激之情 结果顾兴舟捏着他 当着全般的面 撕了个粉碎 成绩名列前茅的学霸 居高临下 语气贤悟 沈竹 请你不要用这些 廉价肮脏的心思 来打扰我学习 他说 你不修蝙蝠的样子很烦人 让我觉得恶心 说吧 他转身离开 留下满脸通红的我 被尴尬和羞耻爬满 顾兴舟的话 改变了我的身份标签 让我从新来的清贫转学生 变成痴心妄想 不自量力的花痴 眼见他的指尖越来越近 我猛地闪开 长马尾随着晃动的幅度 抽在顾兴舟手背上 看着他明显愣住的表情 我缓缓开口 别碰我 你手很脏 顾兴舟曾经为名誉拍过宣传片 持笔写字的画面 被截图疯传 手控狂喜 可现在这上面沾染了灰尘油墨 突兀刺眼 满意地看到他脸色骤然俱变 我继续道 要擦擦吗 我有试巾 金贵的自尊心刚发作 便有了台阶可下 顾兴舟隐晦的抬眸 对上我自然平淡的表情 他这才放心地接受 嗯 谢谢 还是那么自恋和自负 我低下头翻掌 掩盖住嘲讽的眼神 上一世 顾兴舟对我异常戒备 一切正常的相处 都能被他解读成我别有用心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既然如此 那我不如主动坐实 正好看看 他的心 有没有嘴那么硬 我撕开纸巾包装 递给顾兴舟 应该是我谢你才对 要不是帮我搬书 也不会弄脏 诺 明云是私立学校 贵族高中 就连教材都和别人的不一样 更不要说 其他乱七八糟的 辅助资料一大堆 我告诉顾兴舟 我之前的学校突然解散 大家都像无头苍蝇 甚至有的人顺势不读了 要不是因为我联考成绩好 明云也不会主动收我 能保住学生这个身份不容易 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一定得好好努力 顾兴舟听闻 果然动容 如果哪里不适应 我可以帮 不用了 我打断他 顺便把那张用过的诗巾 塞回包装袋 然后抬头 露出今天的第一个笑容 就不麻烦你了 顾兴舟末的睁大双眼 我没有错过他微红的耳尖 不同于普通高中 拥挤BM的课堂 这里每间教室都宽敞明亮 就像他们的未来一样 我站在台上 接受各种各样目光的审视 好奇的 平淡的 恐惧的 等等 恐惧 我找到那处目光的来源 看清对方的脸 江如荫 江家的掌上明珠 学校里受人追捧的笑话 更是上一世 我悲惨霸凌经历中 唯唯区区的受益者 表面上 他永远被动为难 为我求情 私下里 却是最不能容忍我的存在 江如荫曾经刮伤我的脸 还用美工刀 在我手腕上比划 他疯癫得很 警告我别妄想抢走他的一切 顾兴舟是我的 裴四也是我的 江家的所有宠爱都是我的 沈竹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他说着 刀锋却对准了自己 血液奔涌出来 面对着姗姗来迟的众人 他开始哭泣 隐忍又委屈 不是沈竹 是我自己不小心弄伤的 这种场景 根本没有人会信这句话 于是我从一个 痴心妄想 不自量力的花痴 变成心狠恶毒 需要被惩罚的反派 拥有这种心机的江如荫 为什么会恐惧初次见面的我 难道他也重生了 我被安排和江如荫同桌 一如上一世一般 江如荫表面上热情友善 可眼睛里的躲避和恐慌 是藏不住的 这让我打消了刚才的想法 却又忍不住感到疑惑 我一直以为 上一世他针对我 是弃我抢了他的风头 不管是成绩 还是样貌 我都恰好比他高那么一点 所以他才对我心生怨恨 可现在 什么都没开始的时候 江如荫竟然在害怕我 这说明他早就认识我 而上一世我所遭遇的悲惨霸凌 都是他蓄梦已久 人说鸣枪一朵 案件难防 我需要一个机会试探他 正巧 学校组织课外活动 江如荫负责统计人数 他最后一个问到我 沈竹 你去吗 不等我回答 后桌女生李罗用笔戳了戳我 是去海洋馆哦 你肯定会喜欢的 没有顾心周这个祸患作妖 我和同学相处的都还不错 江如荫见状 伸手阻挡 别闹 不礼貌 小竹又不会介意 是吧 李罗 冲我几眉弄眼 自然也就忽略了江如荫脸上的不悦 好在他表情管理够好 转头看向我说 沈竹 你要是想去的话告诉我 我帮你交报名费 既没有打破规则 又照顾了我的情况 很贴心的提议 上一世 我被他的举动温暖到 当即答应 结果就是 江如荫故意藏起活动经费 然后说丢了 他欲言又止地看向我 随后委屈地表示 都是自己的错 江如荫垂头落泪 是我粗心 我会补上的 大家请原谅我吧 在座的少爷小姐们都不缺钱 只有我一个是穷人 自然 也只有我有嫌疑 我永远忘不了大巴车上 那些冰冷嘲讽的眼神 所以这一世 我不会再让自己落入这种境地 谢谢 江如荫露出笑容 我也笑 却是拒绝他 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不去 楼梯拐角 我撞上顾心周 他又问了一遍 报名费的话 我可以帮你 不用 我没想到他也好奇 不过并非坏事 我那天要去打工 不能请假 顾心周愣住 学校的补助金不够吗 那我可以 真的不用了 我再一次回绝他的帮助 是帮一个姐姐替班 所以真的去不了 顾心周恍然 看向我的眼神再一次松动 还差一次 我在心里默念 事不过三 人总是爱犯贱 会对拿不准摸不到的事物 无限好奇 然后千方百计地接近 我告诉他 我很喜欢大海 只是很可惜 顾心周果然开口 那下次有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去 嗯 再说吧 我先走了 毫不犹豫地转身 一步 两步 三步 沈竹 顾心周喊住我 我会帮你带纪念品的 谢谢你 这次是真切地笑 参观当天 我穿着服务员的制服 时不时看向钟表 四五点左右 到了 脚步声和谈话声一起靠近 错不了 就是鸣鱼的学生 上一试 他们便是在这里聚餐 这点没有变 我之所以到这里来 也是为了试探江如荫 包厢中打了个照面 所有人都愣住 沈竹 你不来就是应该要打工 是啊 我大方承认 想吃什么告诉我 我帮你们点 李罗率先回神 扑过来抱住我 呜呜 小竹 你好辛苦 我们多点算你业绩吗 不算 我也撇嘴假哭 只有收拾碗盘 算我的呜呜 这副样子 逗乐了其他同学 有人夸赞我 沈竹真是清心不作作 相处起来 一点也不别扭 就是 之前听说她是孤儿 我老怕不小心 再刺激到她 不然真的要命 顾新周加入讨论 她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 在众人惊异的眼神中 顾新周给出了 耐人寻味的评价 她说 沈竹 很好 哎哟 有情况啊 这是 夸张的怪叫 起哄交织 少年人的八卦之魂燃烧 唯有姜如荫 脸色漆黑 她堪堪控制住表情 问我洗手间在哪 我指了指方向 对她道 正好 我们一起去吧 好 随身携带的腰包 被我放在洗手台上 随后我进入隔间 出来的时候 姜如荫已经不在了 没多久 对讲机传来领般语气凝重的呼叫 客人东西丢了 都进来 我没忍住笑了 姜大小姐 你还真是没什么心意 别担心 肯定会找到的 几个女生安慰着姜如荫 她捂着脸 声音断断续续 听出来是在哭 那是母亲给我的手链 刚才还在的 突然就 呜呜 她早就想好了说辞 没几句 便扯到了我身上 沈竹 刚才去洗手间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手链 姜如荫 啜泣着询问 我点头 有 你说怕沾水 然后摘下来了 那后来呢 后来的事情 你不清楚吗 但我没有讲 只是摇头 按紧了腰间的包 姜如荫眼神一领 沈竹 我可以看看你的包吗 此话一出 其他人先觉得不妥了 如荫 这样不好吧 领班也皱眉 客人 你在怀疑我们的员工吗 姜如荫咬着下唇 小声回答 这是我很重要的东西 我希望能找到 她顿了顿 补充了一句 只要还给我 我不会追究的 被这么怀疑冒犯 是个人都忍不了 其他服务员 当即就翻了自己口袋和腰包 证明了清白 唯有我迟疑着 没有动 沈竹 你怎么不翻 姜如荫步步紧逼 我低下头躲避她的视线 我 我 你心虚了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翻 也不敢看我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手链 我逃避的姿态 令姜如荫越发笃定 她抢过了我的腰包 手腕一翻准备 把其中东西倒出来 就是现在 我等的就是这个 姜如荫 不是只有你会苦肉计的 我眯起眼睛 心跳加速 只要她倒出来 只要 住手 一个略显急促的男生响起 笑霸裴四从门口冲过来 夺走了姜如荫手里的包 她伸长的手臂护住我 沉声道 沈竹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不是 她怎么蹦出来了 阿四 你怎么会在这儿 姜如荫不可置信地问道 其他人也很疑惑 顾心周最先上前 皱着没说道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但裴四一个都没搭理 转身把腰包递回给了我 拿着 有我在 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她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坚定 不由地叫我愣住 笑霸裴四 姜如荫的青梅竹马 上一世 她根本就没拿正眼瞧过我 更是在我和顾心周的事情传开后 吃笑着评价我 痴心妄想 野鸡也想飞上之头 这美梦做得 嘖嘖嘖 她家是显赫 又开朗爱玩 是男生中的领头羊 有她发话嘲讽 自然也有跟单模仿 于是我被骗去器材时 撞上一桶早就准备好的污水 初冬时节 我全身湿透 冻得不停哆嗦 正好裴四前来 见状也只是挑了挑眉 篮球在她手掌和指尖来回旋转 然后砰了一声 贴着我的脸侧砸在身后的墙上 嗯 反弹的力道也不小 后背的疼痛让我忍不住蜷缩起来 裴四感慨道 真厉害呀 随后笑了一下 转身离开 她是我苦难岁月的旁观者 用沉默和事儿不见来助作为孽 可现在 竟然当着姜如荫的面 说保护我 裴四的脑子是不是坏了 同样感到震惊的不止我一个 其中反应最大的是姜如荫 也只能是她了 阿四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听听 声音都发抖了 姜如荫苍白着脸 泪珠银结 裴四看都不看一眼 没有证据贫困污蔑 音音 你太叫我失望了 还有 我相信沈竹不是那样的人 他根本不屑做这种事 怎么没有证据 姜如荫如何能忍下这个亏 他指着紧急调来的监控 这不算吗 画面中显示的是洗手间门口 按照时间段来看 我和姜如荫一起进去 他先我一步离开 洗手间找过了 没有 姜如荫顿了一下 而自从我们离开后 也再没有人进去过 姜如荫看着我不被人理解 却仍旧坚定 他问道 沈竹 如果你真的没有拿 为什么不敢让我翻包 我没有不敢 我只是在等你抢 而且 如果不是裴似半路杀出 现在早就完事了 不过也不算坏时机就是了 我垂下头 叹了口气 你想看就看吧 随着拉链拉开 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展露 有钥匙和证件 还有纸巾和一个小包 姜如荫急忙拿了过去 迫不及待打开 这是什么 他表情空白 不可置信地问道 众人也都好奇上前查看 然后愣住 手逢的简陋布包里 是我的卫生巾和纸腾片 啊 啊 原来是这个 我偏过头 小声回答 嗯 抱歉 我刚刚有些吓到 所以才犹豫了 真是不好意思 真诚的语气 加上微红的脸庞 既证明了清白 也没有被冤枉的悲愤 算得上绝杀 有女生率先忍不住开口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小竹别害羞 我们都一样呀 就是 但你这个牌子的卫生巾不好 下次我给你带 你还赤纸腾片 是不是很难受 现在还疼吗 回答他的 是领班手中的监控画面 刚好放到我从洗手间走出来那段 穿着制服的身影脚步一顿 随后弯下腰停住 大约半分钟后 又强撑着站起来继续走 吾小竹 你快坐下 来人 上热水 来的人是顾心舟 玻璃背外还被他裹了一层手帕 哪好 我受宠若惊 连忙白手 哪有这么严重啊 我没事了 就连裴四都脱下外套 想给我披上 你 你注意保暖 一切都那么友好和睦 唯有将如荫目自欲裂 他将小包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 喃喃道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 明明放进去了 对吗 我就是在等着你放进去呀 强忍住嘲笑的欲望 我轻声安抚他 如荫别着急 你再好好想想呢 李罗也帮腔 对呀 如荫 身上也找找看 会不会落在哪里了 江如荫大约气傻了 真的开始摸自己口袋 然后 突然僵住 怎么了 他身旁的人以为出了什么问题 急忙把他的手抽出来 也沉默了 金色的手链在灯光下熠以生辉 好像一道蜿蜒的流星轨迹 我抖落肩上的外套 起身走到他面前 上一世 江如荫在我被怀疑质问后 慢悠悠地翻出被他藏起来的活动经费 惊喜地对我说 太好了 沈竹 钱找到了呢 所以 我在方才上菜捣饮料的时候 悄悄地把手链放回了他的口袋 礼尚往来 我终于不再忍耐笑意 光明正大的恭喜他 太好了如荫 手链找到了呢 大巴车载着名誉学生离开的时候 我出去送 叶峰吹开我的鹅发 我在心里覆盘 得出的结论是 江如荫的确心里有鬼 他一定还瞒着我什么 至于顾新舟 我停下脚步 走在队伍最后的他也停下 询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难受吗 真的没事了 我无奈地笑 没有那么娇气了 还是要多注意 别着凉 后半句他加了重音 视线落点的 是我肩上的外套 还是裴似那一件 在屋里的时候被我抖了下去 一出门 他又给我披上 顾新舟一开视线 经验品我挑好了 唉 周一见 没给我拒绝的余地 他走得利落 好像迫不及待 就这么着急 要送自己上路 我只好挂上笑容 挥手道别 嗯 拜拜 我回到更衣室 准备换掉制服下班 柜门打开盒上 镜子里多了另一个身影 裴似站在我身后 手掌按在我肩上 弯腰靠近 后背贴上温热的触感 我听见他的声音 真好 你还活着 裴似双手下落 勒住我的腰身 用力收紧 吐西透过制服衬衫 烫了我一身鸡皮疙瘩 放手 我怒斥到 同时抬脚向后 蹬踹他的膝盖 裴似发出嫩哼 不得不松了质骨 被转身的我 抓住衣巾 往旁边一甩 碰 一声巨响 他重重地撞上背后的金属衣柜 明明痛得咬牙 裴似还是嘴硬道 小竹这么有活力 我很开心 回答他的 是我抬手起落 清脆的一记耳光 我掐着他的下颌 强迫他转头 问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么一反常态 除了重生 我不做他想 这种事情 能发生在我身上 也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裴似听后眼神一动 果然你也是 废话连篇 从他进入包厢 说要保护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了 只是不想多生之节 就暂时由他 况且 他和姜如荫情况不同 不用拐弯抹角的试探 直接点更方便 他舔了舔嘴角的血迹 道 你不好奇 我为什么来吗 我冷笑不语 裴似故作无奈地垂下眼 补充道 我回来是为了保护你呢 啪 条件反射 我又打了他一下 不为别的 只因这句保护 上一世他也说过 叶峰呼啸的星空下 曾经的裴似 笑得漫不经心 沈竹 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裴似被称为笑霸 是因为他是这群 富家子地中的领头羊 多个称谓的是 我知晓得他 外热内冷 面上嘻嘻哈哈不被束缚 内心里则是冷漠和自傲 他和姜如音是青梅竹马 所以便在人前针对我 可私底下 却背着他向我示好 因为被霸凌的缘故 我的成绩明显下降 导致名医校方不甚满意 撤回了对我的补助金 我只好利用假期时间打工 跑腿送外卖 好巧不巧 接到了裴似的单 他短暂愣证过后 是瞬间点燃的好奇和玩味 我顿感不适 放下手里的奶茶 就要离开 裴似很快察觉 站住 还有什么事吗 他漫不经心地打开包装 甚至还戳好了吸管 递到我面前 喝了它 不然我就给你打岔瓶 吸管抵在我下唇 裴似耐心不减 而威胁起了作用 我张嘴狠狠吸了一大口 哈哈哈哈 裴似开心地笑出了声 对上我压着怒火的双眼 满足地收回了手 自那以后 我就总是接到他的单子 每次都被他用各种威胁 留住戏弄 直到我忍不住辞职换地方 可他居然还能找到我 沈竹 你真的很有意思 后门小巷 裴似堵住准备倒垃圾的我 伸手微笑 跟我在一起 他们就不会欺负你了 他好似很有自信 我会答应 所以借着星空的氛围 说出一句深情的誓言 以后 我来保护你 好不好 我深呼吸 手中的垃圾桶 不受控制地飞出去 混着一个铿锵有力的字 滚 时光重叠 裴似依旧歪过了头 但这次 显然比上一世的脑回路 更加清奇 他问 你想不想报复他们 裴似正拖出我的压制 拉开距离 我松了松手腕 怎么 你想阻止我 我只是想说 你终于学会反抗了 裴似笑 我会帮你 等结束了 我们就在一起吧 神经病 尽管表面波澜不惊 但裴似的出现 还是唤醒了我不少记忆 我梦到了过去 那些黑色粘稠的记忆片段 裴似说我终于反抗了 用的是欣慰的语气 他称赞现在的我勇敢 就是比上一世的我懦弱 可他不知道 我是反抗过的 没有谁天生逆来顺受 只是敌众我寡 差距太大 只是徒劳 所有我用尽全力 撕心裂肺的吼叫 在对方眼中 都变成了可笑的谈资 周一的时候 意外比顾新周先来 老师宣布的临时月考 挡住了他的脚步 我能感受到 他视线在我身上盘旋 便回头露了个笑容 还不是时候 还要继续作戏 顾新周有些慌乱的别开眼 紧接着 事情接连发生 学校承办了 全市的中学生演讲比赛 同时准备拍摄新的宣传片 恰逢周年校庆 BUFF叠加 必须风光大半 从人数上便多了不少 还有优秀毕业生 回归助阵 我也在入选人之中 只是略有些争议 往年的人选 是顾新周和江如音 因为他们成绩最好 可是这一次由我 无庸置疑的年级第一 沈竹 校方思考过后 还是打算让你 以贫困生代表的身份参与 学生代表 还是顾新周和江如音 老师向我转达了商讨的结果 言霸犹豫了下 还是继续说 别灰心 你的成绩和表现有目共睹 但这次情况不一样 所以 没事的 我都理解 我摇头微笑 表示不会在意 只要能去就是了 上一世 我本来也应该能参加的 但是因为同学风评和成绩下降 鸣鱼对我失望 觉得我不配 所以撤掉了贫困生代表 甚至决定从此后不再招收贫困生 我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一定要参加 紧张吗 身侧突然传来关心的话语 是顾新周 我们都传着鸣鱼新作的制服 前往摄影棚 顾新周摊开手掌 露出一颗糖果 他说 送给你 不要担心 拍摄很简单的 我愣了愣 接过来 谢谢 他不知道 我根本没有想拍摄的事 而是 从现在开始 一切事情都不再和上一世的诡计重合了 我也并非紧张 而是对于未知的恐惧和期待 进去的时候 那位优秀毕业生已经在准备了 奢华精致的钢琴旁边 男人的身影挺拔自然 手工定制的西装服贴修身之余 更引发了穿的人与生俱来的贵气 身后的低年级学弟学妹 不由自主地出声感叹 就连顾兴周都愣了一下 唯有一个人不受影响 哥哥 江如荫小步跑了过去 扑到那人张开的双臂肩 哥哥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呀 给你一个惊喜 开心吗 开心 江如荫重重点头 笑得极其开朗 其他人都从呆滞中回神 纷纷开口 如荫 这是你哥哥呀 天啊学姐 你哥哥竟然是江艳之 呜呜好羡慕 我也想让天才钢琴家 做我哥哥呜呜 江艳之文言勾起嘴角 用最温和有礼的模样 认领身份 大家好 我是如荫的亲哥哥 江艳之 他低头看了一眼江如荫 宠溺之意肉眼可见 我脚步有些停滞 不敢去看他们的样子 只是忍不住 默念了名字 江艳之 上一世 我也见过他 因为被撤了名额 孝敬晚会 我连大礼堂都进不去 在四周徘徊时 和他撞上 江艳之不知道 从哪借了身孝服 戴着口罩 额发也放了下来 俨然一副学生的样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慌乱道歉 他摆摆手 说没事 你还好吗 有没有摔到哪里 江艳之显然更在意 被他撞倒的我 蹲下身关切道 我被这友好和善的态度 吓了一跳 立马蹦起来 随后又后悔 大约是太难得了吧 他的笑容 真的没什么阴霾 在得知我没有通行证后 还把自己的给了我 我会上台弹琴 希望你能来听 江艳之眨眨眼 就当做是撞倒你的补偿吧 我承认自己在那瞬间心动 所以满怀期待地去了 哪怕被拦下来 哪怕要找江艳之确认对质 我都不会害怕 结果 原来你就是沈竹啊 江艳之叹了口气 是我给他的 让他进来吧 但是 我希望你可以向我保证一件事 江艳之认真严肃地看向我 请你以后管好自己 别再打扰音音 让他难过了 还是一个瞬间 我再也看不清他的脸 顾兴舟的声音将我拉回当下 他问我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对此感到厌烦 他时刻在关注我 确保及时送上关心 可我却觉得被蛛丝网柱 后悔没有早点甩掉这个麻烦 沈竹 顾兴舟还在等我的回答 我没有理会地往前走 拍摄双人合照 江艳之和我一组 顾兴舟和江如一一组 这是校方的安排 却不被认可 江艳之礼貌地微笑 换一下吧 我和依依一起拍 他甚至察觉到了顾兴舟的想法 眼神撇过后继续倒 而且顾同学和沈同学 应该也更合拍些 很贴心 至少有三个人 都为这个建议露出笑容 我也笑 我不同意 为什么 江如音眼珠一转 立马开眼 小竹 我好不容易见到哥哥 你就成全一下我们 好不好 他语气轻易讨巧 话也没什么错处 江艳之也开口 假装不经意地问 规定是和学生代表一起 正好也是音音没错吧 错了呀 我走了两步 甩开身后顾兴舟 拉着我一百的手 我才是学生代表 如音是替补呢 顾兴舟只好小声制止我 沈竹 别说了 我皱眉惊讶 我又不是作弊考了第一 为什么不能说 我一有所指 相信江如音听得出来 他表情一僵 却不能发作 只好忍下去 随行的老师也出面帮我证实 沈同学是贫困生代表 也是学生代表 因为身份重合 校方没办法才找江同学补上 所以合照安排的也是他 江艳之沉默地和我对上视线 点头说好 随后安抚江如音 没办法了 音音委屈你了 哥哥 我大概是有毛病 觉得隔音 却还是硬要看 直到灯光就位 我如愿站到江艳之身旁 再靠近一点 摄影师要求道 我还未有反应 便被他突然放大的脸下了一跳 小心 江艳之拉住我 很快变成一个揽住肩膀的亲密姿态 摄影师非常满意地夸赞 江艳之脸上带笑 在我耳边开口 不许再欺负音音 否则 他停顿了下 在指导声中换动作 背对着所有人时 表情瞬间冷漠 是无声的威胁 还是一瞬间 我只觉得愤怒和委屈 于是我抓住他想撤回的手臂 毫不畏惧地凑上去 江艳之瞪大了双眼 我轻声回答 就不 拍摄间隙 江艳之请所有人喝奶茶 我坐到角落里 有一口没一口地喝 回想刚才自己是不是有些沉不住气 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 为什么一遇到江艳之 我就会破理 他总是让我想要亲近 但我很明确 这不是喜欢 纠结间 正主出现 周围没有人 江艳之也撕了温和优雅的面具 居高临下地服侍我 离音远一点 别让我说第三遍 江艳之撇过我手里的奶茶 冷哼一声 麻雀再怎么飞 也终究不是凤凰 劝你不要白费力气 这话听着耳熟 但没想到他也会讲 传闻中这位江家长子 音乐天赋极高 性情也难得温和有礼 怎么背地里也会这样 我歪头 装听不懂 江艳之皱眉 怒气显而易见 你说自己成绩好 难道没学过东师笑评 等等 这下我是真的有些懵 你是说 我和江如音很像 你处处模仿他 连奶茶口味都要一样 还说不是别有用心 江艳之耐心耗尽 丢下一句好自为之 便转身离开 我却在原地有些出神 前后两世 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 和江如音哪里相像 可今天听到这个 我恍然惊醒 有什么东西从脑海中 飞速划过 我抬头 看向不远处的江如音 一个计划浮上心头 或许 我很快就能触摸到真相 就能知道 江如音到底在恐惧什么 年关将至 期末考试在即 学习氛围迅速蔓延开 就连裴斯在教室的时间 都变多了 但他不是学习 而是骚扰 小竹 这道题怎么做 裴斯把手中纸张 盖在我的课本上 小声询问 我扫了一眼 龙飞凤舞的字体 写着一句话 上当了 快礼礼我 滚 别生气 我只是想陪你 裴斯用手撑着侧脸 笑泥泥说道 小竹周围好像变冷清了 我很喜欢 文言 我手中比停顿 他说了没错 我前后桌都没人了 自从宣传片过后 我在拍摄现场强硬的态度传出 就有些人觉得我盛气凌人 我没有反驳 也没有解释 再加上江如音添油加醋 卖惨装委屈 江艳之转发名于官方的宣传片 字字句句都在阴阳我不懂事 我在同学中的风评渐渐转变 自然也就少了亲近的朋友 阿四 过来一下 江如音朝向这边喊道 裴四挑眉 起身之际开口 小竹不留我吗 快滚 我正好乐得清静 不过在对上江如音暗含得意的眼神之后 我还是难掩失落的低下头 没几分钟就跑出了教室 只是没想到 一口气还没吐出去 身后竟然带了个尾巴 顾欣周快不留心绕到我身前 将我堵在了楼梯下方 沈竹 等等 他呼吸有些急促 我有话跟你说 我定住脚步 点了点头 好 终于轮到你了 顾欣周把海洋馆的纪念品拿给我 送给你 他伸手 一个精致的流麻挂件 深蓝色的闪粉里 翻涌出一条银白色的鱼 顾欣周有些忐忑地问 怎么样 你喜欢吗 我看了一会儿 直到闪粉落下 小鱼搁浅 才出声回答 好美 诚心地赞叹 让他欣喜不已 掩饰性地倾咳了一声 顾欣周再次开口 沈竹 我喜欢你 我视线一动 从顾欣周害羞紧张的双眼 到红透的耳朵 还有微微颤抖的手指 他说 不管周围如何 我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 和我在一起好吗 我会保护你的 少年人郑重其事的誓言 在这个年纪 给出他最大限度的庇佑 是我在等的 却不是我想要的 顾欣周 你在可怜我吗 我打掉了他的手 小鱼摔落在地板上 周围人怎么想和我无关 也请你不要自顾自的 觉得我需要保护 顾欣周 神色正正 什么 我继续道 我对你是有些好感 但都是同学之情 并没有其他意思 马上就是期末考试 大家都在学习 请你不要用这些 自以为是的心意来打扰我 说到这里 我停顿了一下 顾欣周得空 干巴巴的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眉梢眼角都向下 看起来失落极了 但那关我什么事 我向后退了一步 皱眉道 我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来这里上学有多不容易 你也知道 我玩不起的 顾同学 请你以后离我远一点 再见 颜霸 转身便走 还是那条熟悉的走廊 但物是人非 一切反转 转过拐角的时候 另一个麻烦精出现 裴四靠在扶手边 拉长了语调 好狠心的小竹 不怕他伤心吗 你这么在意 你去安慰他呀 我嘴下毫不留情 裴四倒也不介意 借助扶手杆子跳下来 正好到我面前 你明明知道 我只关心你一个人 裴四挑起我的病发 挽到耳后 与其暧昧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帮你得到 真的吗 真的 我侧头蹭上他的掌心 在裴四惊喜的目光中开口 我想要将艳之 他瞬间黑了脸 哈哈 我笑得极其开怀 时间不知不觉的前进 我等到了姜如荫沉不住气的那天 放假前打扫校园 我被分到了没人愿意去的操场 刚下过雪的地面 一片白茫茫 我缩在外套里 缓缓地清扫着 听见身后嘎吱嘎吱的脚步声 好冷呀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转身 看见姜如荫 他没穿校服外套 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羽绒服 下巴藏在奶白色的围巾里 眉眼弯弯地冲我笑 沈竹 你冷吗 我没说话 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 周围没有人 只有呼啸的冷风 姜如荫渐渐收了表情 我这才开口 好久不见 你还不打算坦白吗 我故作高深 我都知道了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难不成真要我亲自揭穿你 住口 姜如荫脸色骤变 急急忙忙地打断了我 他快步走到我身边 压低了语调 你认出我了 我点头 依旧笑而不语 这个距离 我看见姜如荫额浅有层薄汗 在这冰天雪地里 他竟然心虚成这样 但凡有点脑子 都会觉得我这几句话漏洞百出 可他太害怕了 我甚至都不用说些什么 静静地注视 便叫他慌了阵脚 向我自报 小竹 我不是有意的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他身形一晃 跌坐了下去 雪纷纷扬扬落下 姜如荫袒露出隐瞒的过往 字字句句 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叫我头破血流 我是孤儿 从有记一开始 便是那间不甚大的福利院 我只当自己是被遗弃的小孩 所以不在意父母亲人 但没想到 事实并非如此 我竟然是被拐走的 而且 我的亲人也找来了 只是 被人顶替了 姜如荫声味俱下地诉说着 我却毫无记忆 他说我那个时候因为发烧晕倒 去了医院 赶来的姜氏夫妻 只见到了他 我们很要好 你和我讲过你的事情 还有日记 姜如荫道 可是你被拐走的时间太久了 他们也记不起你的样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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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偷走了我的一切 顶替了我的身份 我接上后半句话 语气平静地过分 不是偷 姜如荫急切地反驳 他们很小女儿 很可怜 我也很 我们只是 太想有个完整的家了 小竹 你知道吗 我本来想说的 可是爸爸妈妈对我太好了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 你能理解吗 我怎么理解 我只觉得很荒谬 姜如荫说 她打算长大后坦白的 但是没有想过会再见到我 她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被你的到来吓到了 纵然暴露的话 爸爸妈妈会难过 小竹也不想他们难过吧 她阐述自己的动机 说自己的打算是将我赶走 然后等毕业后坦白 我都有向福利院捐款的 爸爸妈妈也给了资助 你也不是什么都没得到啊 所以 你离开学校 等我准备好了再回来 也没什么问题吧 小竹学习这么好 就算一个人 也能过得很好 姜如荫捂住脸哭泣 可是我不行 没有爸爸妈妈 没有哥哥 我会活不下去的 她突然起身向后退去 胃流满面 形容崩溃 我下意识地警觉 停下 后面是主席台的边缘 高度并不低 也没有护栏 姜如荫抓住我的袖口 用力往自己身前拉 同时放声哀求 求求你 不要抢走他们 小竹 你可怜可怜我 好不好 放开我 眼见着已经到了边上 我使劲挣脱 远处有人群往这边靠近 抱贺声传来 沈竹 你冷静点 放开音音 姜如荫贴近了我 该结束了 姜如荫松开手 闭眼向后倒去 她说 你别想夺走我的一切 原来如此 我抓住她的围巾 死命拉扯 脚下借力旋转 姜如荫错愕的面容 和我相对 然后向上浮起 不对 是我在向下坠落 失去意识前 我在想 这次的苦肉计 真是下了血本呢 碰 沈竹 我想我熟悉这种疼痛 每块骨头都在叫嚣 皮肉组织 抑制不住地颤抖 上一试 我的准考证 被扔到名语 准备翻新的教学楼里 在我去找的时候 被人绑走 最后 再从高处丢下 再睁开眼 我回到过去重来 这一次 我同样睁开眼 时间人无所觉地向前 没有倒流 好疼 你醒了 陌生的女声响起 语调轻柔 我缓慢地转头 和她对上视线 她红了双眼 小竹 我 我是你的 妈妈 姜如荫本意是想用苦肉计 让我的话 不具备任何可信度 可我也有准备 我同步录了音 传给了裴四 结果就是真相大白 在我婚礼期间 姜家做了亲子鉴定 证实我是他们的女儿 再加上录音作证 一切摊开 所以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 姜家派出最柔软无害的成员 和我对话 我看着女人的面容 觉得很遥远 又是短暂的记忆 已经随着发烧离我而去 我看见她 只能想起上一世家长会 她和姜如荫在一起的画面 我酝酿不出半丝温情 小竹 我们会最快速度认回你 姻姻那边 你也不用担心 我们将跟她解除关系 姜姆正确 只是多年相处 你给妈妈一点时间适应 也给自己一点时间 她给出的解决方法 是她认知中我最在意的东西 却不知道 我并不稀罕 可我不能拒绝 重生后到现在 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 可我想要的未来 必须有这些东西辅助 所以我选择懂事 点头 微笑 语气轻柔地说 好 不怪罪 不怨恨 不悲痛 也不惊喜 等到姜姆 恋恋恋不舍地离去后 我才开始崩溃 原来如此 竟然如此 为什么是这样 凭什么要这样 眼泪抑制不住地滚落 正如命运的玩笑一样 逐渐变本加厉 我不是在哭那些没得到的爱 我是在哭自己 哭我被愚弄折磨的两世时光 孤儿院的孩子 并非每个都能上高中 是我努力学习 挣来了机会 后来镇上高中解散 所有人又像无头苍蝇 是我成绩优异 才得以继续学习 我只想考上心仪的大学 找到合适的工作 过完自己普通的一生 可是却因为他人的自以为事 害得我含恨惨死 上一世 我想要同学朋友 温馨的校园生活时 遭受霸凌 这一世 为了不重蹈覆辙 所以和曾经欺负过我的人 谈笑丰盛 为什么都是我在为他们的过错买单 我何其无辜 情绪俨然失控 我也不再压抑 放声痛哭 没有发现外面沉默助力的身影 病房门被打开 冲进来的是江无音 他看到我的眼泪后 表情刹那间变得扭曲 你在哭 哭什么 他质问道 沈竹 你赢了我 你不是应该笑吗 你怎么好意思哭 我这才看到他形容狼狈 衣衫凌乱 江如音站在床尾 用恨不能吃了我的眼神 死死盯着我 他说 该哭的是他才对 这些年来 我为了装成你去讨将家人欢心 你知道我多累吗 你的日记本写了你的喜好 写得怎么就那么清楚啊 你喜欢吃甜食 所以我也要吃 每次吃完 我都恶心地想吐 还要保持身材不发胖 你根本不了解我的辛苦 他这话说得我无言以对 我为什么要了解小偷的辛苦 江如音 胆小又恶毒的小偷 他以为我的出现 是开启他悲惨的生活的信号 因为他心虚 他怕冬窗事发 怕一无所有 他选择毫不留情地毁掉我 又在事情败露时 反过头来质问我 那你想怎么样呢 我奇异地平静下来 江如音瞪着我 把所有人 所有的一切都还给我 毫不意外的答案 他想要什么 江家大小节的身份 衣食无忧的生活 还有 别人的爱 例如顾心周 例如裴四 例如江艳之 我不是看不出来 顾心周上辈子对我有好感 被我会错意以后 恼羞成怒 为了自尊心而辱骂我 裴四把我看成 他无趣生活中的变数 想留在身边戏弄 而重生后 这种执念更加强烈 江艳之 我们之间莫名的亲近 来自血缘的吸引 在得知我是谁后 他将我划分到别有用心的人群 这三个他求知不得的 恰好是我极其厌烦的 所以我点头 门外的影子晃动了几下 江如音并未察觉 只要你不出现 不存在 一切就都会回到从前 他一边说 一边靠近我 我无声地吃笑 蠢货 动手吧 把你自己所有的退路都切断 四周混乱嘈杂 门口涌进来许多人 有的擒住江如音 有的惊恐后怕地护住我 放开我 放手 我听见江如音在哭喊 爸妈 哥哥救救我 不要丢下我 啪 江艳之放下手 声音冷利 滚 我不是你哥 不 不要 爸爸妈妈 我错了 我不想走 妈妈 别这么叫我们 饱含怒气的江富 宣读最后的审判结果 从今天起 我们再无关系 带走他 江弩将我抱在怀中 眼泪像一场局部小雨 他安慰我 小猪对不起 对不起 我闭上眼 这场戏终于落幕 冬天结束后 我出院了 江家准备了最温馨的房间等我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他们举办生日宴会 高调宣布我的身份 江艳之推掉了所有工作 不停歇地弹奏生日歌 可我早就不过生日很久了 江如音从警局出来后 再也没有回过江家 碍于各方因素 江家只能在他成年后解除关系 只好让他住校 等我到学校的时候 差点认不出他 他变得沉默 阴郁 被人冷落和排挤 相对的 则是我被热情关切地对待 小竹 你以后会改名吗 小竹 你的伤怎么样了 好些了吗 每一句都无关痛痒 但好在我终于可以心无旁骛 好好学习 我得到了理想的结果 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恭喜你 顾兴周在楼梯口对我说 我目不斜视地路过 他之前告诉我 想给我考同一所大学 但他分数不够 只能到这里来读我 或许还抱着不该有的希望 可我连句再见都不想对他说 从没有相伴过 何必多此一举 顾兴周在我身后哽咽 我不会放弃的 哦 关我屁事 自然有人帮他打消这个念头 裴四阴阳怪气地嘲讽 说顾兴周异想天开 大学霸 还是操心操心 你那分数上什么学霸 裴四 面对别人 顾兴周的自尊心和傲气 成倍增长 他瞥了对方一眼 不屑三连 你算什么东西 从哪冒出来的 有你什么事 萧燕点燃 也不过一瞬间的事情 江燕之站在楼下等我 说接我回去 小竹 如果觉得麻烦 我会帮你解决掉他们 江家背景更厉害一些 说这话也有底气 但少年人血气方刚 谁都不甘示弱 我绕过这三个神经病 头也不回 江父江母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 欣喜不已 蒸香为我打算 要在大学附近买公寓 小竹 你看看喜欢哪一个 我都不喜欢 我想要独立自由的未来 不需要他们的给予 江卢音有句话说得很对 我自己一个人 也能过得很好 禅名声随着夏天逐渐远去 烦躁的感觉终于消散 优异的高考成绩 给了我自由选择的机会 我不仅如愿以偿 进了心仪的大学 还选到念念不忘的冷门专业 全系没超过二十人 我推开办公室的门 年轻的教授身旁 围着同门所有师兄世界 威亚之际 他突然开口 叫了我的名字 这里的人陌生又友好 没人再对我警戒防备 过去的已经过去 我笑容明朗 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大一的沈竹 新学生 新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